菩薩借以十善法為見 那十善法其實就是 我們講身三口四一三 就這個 菩薩道淫望 然後兩舌二口望其 後面有的不貪不撐不吃 我們先來看 他說 十善菩薩發大心 殘別三戒苦淪海 這個是仁王波勒間裡面說的 他說就是大地菩薩 也就是十善陣型的深廣實教 殘別三戒苦淪海 就是不會在三戒淪迴的 那什麼樣的人不會三戒淪迴 得阿彼八字的菩薩 就是無身法人的菩薩 他不會在三戒淪迴 就是決定 就是他決定可以解脫 就是決定可以成佛 得阿彼八字的菩薩 就決定可以成佛 就是雖然還沒成佛 但決定可以成佛 他所謂的大地 大地就是登地 就是已經正如身法人的菩薩 他說這個就是十善陣型的深廣實踐 深廣實踐就是 除了身與的陣型輕輕 身跟與的就這邊 身跟與的陣型輕輕 還有義的 除了身與還有義 義是什麼 不貪 不撐 不吃 那這裡就是所謂的吃 就是不協賤而得盛生的正問 這個是不吃 然後不稱慧而具廣大的慈悲 這個我們比較能夠理解 後面不貪欲成無量三魔地 為什麼不貪欲會成無量三魔地呢 其實是這樣 所謂的理欲輕輕 因為欲 武欲它是仗道 所以仗道基本上就是說 你要得智慧之前必須要有禪定 因為你的心沒有力量 你的心要有力量 因為我們的心被這個武欲吸附住了 所以分散了 弱化了 沒有力量 那你如果不在這個武欲上 你的心比較有力量 專注 有力量 那麼有力量 專注的心 那麼才有辦法引發無肉灰 斷除煩惱 處理生死 其實是這樣 然後上説這個不貪欲 貪著這個武欲而成無量三魔地 能夠成就無量的三魔地 就是種種 我們說百八三昧 種種三昧 所以這個就是不貪 不撐 不吃 那大自尊裡面講到 我們來看 它就是後面這個大自尊裡面 行不貪善根 那麼愛等 貪愛 愛就是貪愛 貪愛等諸結死 結死之煩惱 衰博就會比較沒有 因為你貪著那個貪愛 比如說色身香味醋 那麼你貪什麼 你的煩惱就在那裡增長 那因為你都不貪 你不貪這些 所以這些煩惱對你沒有作用 作用力不大 那你就能夠深入禪廳 一般我們都說禮遇清淨了 那你不撐 所以這些撐等 你撐的這些煩惱就比較薄 所以你就撐一定是 基本上就是 你對這個眾生不高興 那這種 因為你沒有這種撐 所以你就比較會有慈悲心 就比較能夠發揮你的慈悲心 你一撐起來 你就不能慈悲了 那不吃善根 這個不貪 不撐 不吃 這就是我們說的三善根 就是生起一切善法的根本 那反過來 貪撐吃 叫做三賭 三不善根 一切不善法 都是從貪撐吃 一切惡業都是從貪撐吃來 貪撐吃引發生口意的惡業 造中 所以就是往昔所造諸惡業 皆由無死 貪撐吃 從生與意之所生 基本上就是這樣 那無名 貪愛 撐慧跟無名 那麼這些就會比較薄 就能夠深入波羅波羅蜜 波羅蜜就是智慧 那就是這裡的 得聖聖正慧 得聚廣大慈悲 成無量三謀地 所以他講現從菩薩界來講就是慈善正邪 所以慈善法 其實就是菩薩界 我們一般把菩薩界就是 就會容易 就是把它戒條化 而且把它 就是 我們的菩薩界的概念就是 六中二十八圈 有很多人說的菩薩界 有時候會來說 我是受什麼樣的菩薩界 我是受什麼樣的菩薩界 菩薩就是發菩提心的人 還有分 我們的菩薩界 跟你的菩薩界不一樣 我們是雲且的菩薩 你們是犯王的菩薩 跟我們不一樣 不是的 都一樣的 他不過就是舉例說明 你不要認為 這個我們那邊沒有 所以我們可以做 那個你那邊有 所以你一樣 比如說你受雲且菩薩界 你受犯王菩薩界 那雲且菩薩界裡面沒有規定就一樣 你犯王菩薩界裡面有規定 所以我這樣做 我沒有犯界 你這樣做 你犯界 我不需要這樣做 你必須要這樣做 不是的 只要是利益一切眾生的 你都必須要去做 即使他沒有規定 你也要去做 為什麼 違反你的菩提心 違反菩薩界並不是違反那個戒條 不是 是違反你的菩提願 所以這個是根本 那菩提願底下就是傷害一切眾生 就是造一切惡法 它有兩個 一個就是會傷害你 會傷害 障礙你成佛的 這是你不能做的 即使你沒有傷害眾生 但是會傷害你成佛的 會障礙你成佛的 你也不能做 會傷害眾生的 那傷害眾生它本身就會傷害你成佛 那個也不能做 有幫助你的 幫助你成佛的 你必須要去做 有幫助你利益眾生的 就是有利益眾生的 你也必須要去做 基本上就這樣 這樣你才能夠一直往前菩薩當 所以它是無量界 那麼縮射起來就是實善法 散開來 散開來看得到的就是我們看到的這些菩薩界 它在不同的時代 取不同的例子 讓你知道你要這樣做 要這樣做 要這樣做 其實這個是這樣子的 你不要認為我受這個線 我就進那幾條 不是的 不是這樣子的 那幾條其實不能夠完整的代表 其實沒有辦法完整的代表菩薩界 沒有 那只是舉例而已 所以它這裡講 實善法 它說從菩薩界來講 就是實善正邪 不過從善行的不同意 總為色為三聚禁間 我們就是講三聚禁間 三聚禁間 一個叫做色善法間 一個叫做色律於間 一個叫做這個饒益有情間 我們先來看色律於間 這個是從離惡防飛來講 那麼綠於間 就是我們叫色律於間 就是這個離惡防飛 離就是你現在有 你必須要遠離 防就是你現在沒有 你必須要預防它以後會有 預防比方要變一樣 比如說蛇 蛇進來 你現在要趕快讓蛇出去 那沒有進來 你要補助所有它會從進來的房口 一樣 所以是離惡防飛來說 明律於間 這個我們叫做你不能做什麼 不能做什麼 不能做什麼 這個是禁止你做什麼 這是什麼 什麼叫遮戒 就是遮止 你不可以做這個 不可以做那個 那麼從廣極一切善行來講 都是射善法線 這個就是你必須要這樣做 必須要那樣做 比如說 如果生文來講 你不偷盜就好 你不偷盜就好 可是 如果從菩薩界來講 不是不偷盜 你還必須要故事 就是說 這個人來 如果從領儀界來講 這個人來 你不要搶他的 你不能搶他的東西吃 但是從菩薩界來講 不但不能搶他的 他沒有得吃 你有得吃 你可以給他 你還必須要給他 你不給他 你就放菩薩界 但是從禁一切裡面來講 你不給他不犯界 你不幫助他不犯界 但是從菩薩界來講 你可以幫助他 你不幫助他 你就放菩薩界 因為違反你的菩提心 你的菩提心是什麼 他竟敢講 肉眼神 肉胎神 肉視神 肉外神 你要度一切眾生 你要度一切眾生 你先不要講度他出生死 單單度他這一餐 可以不用餓 離這一餐的苦 飢餓的苦 你都做不到 你可以做 你都不願意做 那你要 單單一個人 一個人 你眼前看到的這一個人 這一餐受飢餓之苦 這個苦而已 一個苦 一個人受一食的一個小苦 飢餓苦 你可以幫助他 你都不願意幫助 你還要度一切眾生 遠離一切的苦 哪有可能 你不是講笑話嗎 講哄話嗎 所以你要 但是當然你不可能 所有的人都做得到 你說像我們剛剛講 披捨拳 披捨拳夫人 他也不是所有的比丘商人做得到 他說全世界的比丘我都負責 他也沒辦法 他哪能夠負責捨衛城的 捨衛城的 我都負責 外來的 進來這個捨衛城 要從捨衛城出去的 我都負責 身邊的比丘我都負責 但是也不是每個人都像他那麼有錢 但是他就做他能做的事 其實他就是這樣 這個其實就是我願意幫助一切的人 都得到成就 當然你就依你能做的做 與其菩薩界裡面 假設你做不了 那你也不犯戒 我想幫助他 但是我能力不夠 那不犯戒 那不犯戒 我正在身邊 我做不了 我自己也需要人家幫忙 我幫不了他 那也不犯戒 你心有餘力不足 那不犯戒 並不是說我一定要做到 沒有 不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你有能力做到 你可以做到 你卻不要做 你卻不要做 這個是犯戒 那比如說我要斷除煩惱 但是我的能力還沒有辦法 我常常還是會起煩惱 那也不犯戒 你擇心唱就好了 唱了 我努力不夠 我要更加努力 那犯戒 就是所以叫有犯是菩薩 常常會犯 常常會犯 但是就是有戒才有犯啊 你都不受戒 當然不犯啊 所以無犯的是外道 外道沒有受佛教的戒 所以他當然不會犯了 你不是菩薩 當然也不犯菩薩戒 你就沒有受戒 所以不要怕犯戒 但是也不要故意犯戒 但是也不要怕犯戒 犯戒才能知道我們自己能耐到哪裡 我們還有哪裡需要改進 我們還有哪裡需要努力 你知道錯在哪裡 知道要從哪一個地方努力 這樣就好 所以其實不要怕受菩薩戒 那麼你越怕受菩薩戒 你越成不了氣候 成不了菩薩 就是因為你說了菩薩戒 你才常常念之在身 我要做這個 我要做那個 所以我們說 菩薩基本上就是主要都是兩個 看見一切眾生 這個都是為了成佛 看見一切眾生受苦 我們要幫他離苦 自己有哪些幸福 想要給眾生 其實就是這樣而已 所以他這裡講一個色令一見 這個是離惡防飛來講 遠離這些惡業 預防這一些不好的 從廣極一切善行 廣極就是一切的善果都要修 這個叫做色善法界 那麼不管是離惡防飛 還是廣極一切善行 都是為了要利益眾生 所以從利益眾生 究竟一切眾生來講 總之 菩薩的戒血是無惡不楚 無善不嫌 我們叫做斷一切惡 修一切善 無欲眾生 而不加利益 度一切眾生 所以後來在吃飯的時候 有沒有 供養主佛之後 後來要吃飯就對了 又要先念這個 願斷一切惡 願修一切善 適度一切眾生 其實他就是菩薩戒 他就是菩薩戒 就是菩薩怨 其實就是菩提心 大聖的精神 後來我們就是 我們也不知道他的精神是在這裡 就是跟著念 念完了 其實也沒有想那麼多了 其實他是念知在知的 在生魂法中 律一界有男女生俗等差別 分為 幽波射 幽波疑 沙咪 沙咪里 比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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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 四差 摩那里 因界的不同 分佛地主為七宗 就是身份不太一樣 身跟屬 身中有五宗 男女 男 男有兩宗 女有三宗 那屬就是 幽波射幽波疑 男女宗 那加起來是七宗 一般我們是講四宗 就是身屬都兩宗 變成四宗 那仔細分就是七宗 七宗的例子都有見 這個我們三聖共法裡面有講 在196頁 我們看 195頁 196頁這裡有 先看195頁 這個是三聖共法裡面的見 這個就是七宗見 然後一看翻過來 196頁 幽波色 幽波嶼 比丘 比丘 比丘女 就七宗見 196月倒數第一行 就比丘 比丘 比丘女 那前面 幽波色 幽波嶼 這些都是這裡的 然後198月 我們看 在家有五八件 出家有三一 比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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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叉 摩納尼 就在這裡 就前面講過了 好 我們小細再回去看 我們再放回來 他講 這個因戒的不同分為七宗 就是在聖共法裡面 三聖共法裡面有這樣分 但菩薩戒是不分男女及身屬的 就是說其實它就是虎平行 那從北傳的來講其實也有分 就是說像幽波色戒經裡面 其實真正來講是不分的 但是就從我們現在流傳的戒律裡面 比如說在家幽波色戒經 它就是在家 它就是在家 但是在家幽波色反而治的比較嚴 就是他受戒的方法還比較嚴 就是略狀二十八件 這個是只規定就是在家 如果是出家在家通收的 基本上就是放網間跟雨潛菩薩戒 那早期多數都是收放網間 那放網間像我們放網間的菩薩戒 都在什麼時候收呢 一般都三坦大戒之後 就是三坦大戒之後 然後有些道場 戒場 都在辦一個在下菩薩戒 那個時候就很多人去收 這是一種 那如果是單獨傳的 那麼很多都是傳收六中二十八件的 那當然也有人就是受放網間的 那雨潛菩薩戒早期比較少人傳 不過因為雨潛菩薩戒 它比較具體 而且它講得比較詳細 也比較合理 所以後來慢慢慢慢也 很多人受雨潛菩薩戒 那其實我們說這個戒條只是參考 真正的戒性就是山去進去 它並不是只有戒條裡面那些戒 不是的 那戒條不一樣 只是給你不同的參考而已 這個我們必須要知道 好 所以它這裡講 菩薩戒其實是男女身屬都通受 沙咪沙咪尼 比丘比丘尼 幽伯社 幽伯尼 都可以受菩薩戒 所以他說菩薩戒不分男女及身屬 所以七眾弟子所共通奉行 當然如果出家的菩薩戒跟在家的菩薩戒 還是不一樣 但是都可以受菩薩戒 你說你在家你就不能受出家戒 這個就有分 那比丘跟比丘尼戒 比丘就受比丘尼戒 比丘尼就受比丘尼戒 又不一樣 但是不管你是在家出家 都是受菩薩戒 在家菩薩 出家菩薩 但是它遵守的有一點不一樣 比如說一樣 比如說你綠儀戒裡面 比如說出家的正面跟在家的正面 又不太一樣 出家可以懇吐決定 在家就不領 出家不能懇吐決定 在家可以 在家可以做買賣生意 那出家不行 那這些稍微有一點差別而已 好 那要受菩薩戒 應該先受七壯的律戒 就是受菩薩戒之前要先有 比如說你有五戒 有八戒 你先有五戒 在家有先受過五戒 然後再來受菩薩戒 出家有先受過比丘 比丘尼戒 撒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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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寧戒 四叉摩那尼戒 然後再來受菩薩戒 其實這樣子 所以像幽波色 幽波色戒受五戒的南中 受菩薩戒就名菩薩幽波色 那如果是女中 就變成菩薩幽波影 那撒咪尼受菩薩戒就名菩薩撒咪尼 那撒咪就菩薩撒咪 比丘受菩薩戒就是菩薩比丘 比丘尼就是菩薩比丘尼 說到戒法 僧文藏中有廣律 廣律就是講的比較多的 那麼菩薩戒雖傳說有菩薩的戒障 但從傳譯到中國 就有翻譯的 包括西藏在內 菩薩戒都是復戒於經的 比如說放往經 復是以經或論的 那吉日來講現有傳說 傳說就是傳說 其實它不是 放往經其實不是 鳩摩羅斯翻譯的 放往經其實不是鳩摩羅斯翻譯的 但是畫了鳩摩羅斯的名 那麼他說放往經戒本 那就是放往菩薩戒 再放往經裡面 附在裡面的 那裡面有十宗 四十八 七 那麼檀無稱 檀無稱是五湖十六國時代的 北梁的 大概在西元四世紀初 三百零多年到四百三十二年 這個中間 檀無稱 翻譯我們的話叫法戶 保護的戶 佛法的法 法戶 它是在中國第一個傳菩薩戒的 那其實我們先來底下看 他說檀無稱翻譯的 幽菩薩戒經 就是我們講的六中二十八千的 幽菩薩戒經 像我們之前受菩薩戒 也是受這個六中二十八千的 但是其實他六中二十八千的 他也沒有規定說要點戒八 其實也沒有 其實點戒八是中國特有的 當然南傳的也沒有土著戒 藏傳的也沒有點戒八這件事 只有中國有 那中國為什麼要點戒八呢 比如說在家他就點這個手 在家就點這個手 我又點了 以前也點 現在還在 他頭上的點不見了 大概就慢慢沒有了 有些人點三點六點 那個點戒八 戒八這個是菩薩戒才有的 在家就點在手臂上 出家就點在頭頂上 這個其實是依法皇經的 法皇經說要男生共諷 菩薩要男生共諷 那你不可能男生 所以他就點戒八代表 點戒八代表 其實這樣 一般是點三顆 有的人點六顆 有的人點九顆 有的人點十二顆 不太一樣 但是其實他其實是發心而已 但是他也沒有規定要點 其實他沒有規定要點戒八 像瑜伽菩薩戒裡面也沒有講 這個鳳凰軍其實也沒有講 幽波色戒軍也沒有講 其實都沒有講 但是鳳凰軍裡面有講 比如說要男生共諷 例如像這樣 或是要怎麼樣共諷 身體怎樣 這個後來就用這個代表 比較特別的 比如說像泰國 泰國是泰國要剃眉 但是從國沒有人在剃眉毛 出家要剃眉毛 為什麼要剃眉毛 他們沒有菩薩戒 但他們出家都要剃眉毛 那其實是因為戰爭因素 就是說緬甸跟泰國打仗 然後他假裝做出家人 所以就是泰國的出家人都剃眉毛來辨別 這個是泰國的 這是緬甸 以防他們間諜跑過來 然後後來就變成傳統 那中國像比如說 現在在中國受戒也不一定要點戒拔 台灣就不一定看戒場 不過很多都堅持要點 那你如果不點的話 早期他不跟你戒點 現在看戒場有些也不一定要點 這個是說菩薩戒裡面比較特別的 還有就是兩個 一個就是點戒八 一個就是磁束 那其實這個其實都是從梵王金來 但是梵王金也沒有規定點戒八 但是用點戒八代表 那其他的幽魄色戒經 六中二十八星的跟與且菩薩戒 都沒有講到要吃素跟點戒八 其實都沒有 那吃素跟點戒八基本上都是從梵王金來 那因為中國 中國基本上受菩薩戒都是受梵王金 所以變成有這種習慣 有這種傳統 所以即使像我們 像我年輕的時候 我二十幾歲是受菩薩戒 那個時候有點戒八 也告訴你要吃素 那其實你從戒條裡面沒有講 但這個都是從梵王金的習慣 其實是這樣的 所以也意味這樣 那麼大概很多人講到受菩薩戒 第一個就是吃素 其實吃素跟受菩薩戒關係不是那麼深 菩薩戒最重要的不是吃素 而是發菩提心 菩薩戒最重要的是發菩提心 上乘佛道下化眾生的心 凡一切有利益眾生的 不傷害眾生的 凡一切有幫助我乘佛的 那麼我都要去做 障礙我乘佛的我都不做 有傷害到眾生的我都不做 有利益眾生的我都要去做 其實這個是菩提心 就是上乘佛道 那麼有障礙的不能做 那麼有幫助的 有助到的 基本上是這樣 菩薩戒是以菩提心為戒 菩提心就是菩提願 那麼菩提心如果我們把它簡單講 叫做上乘佛道 下化眾生 度化一切眾生 成佛度眾生 那麼所以 凡是會障礙你成佛的 會障道的 助到的 幫助你成佛的 幫助你成佛的 幫助你成就佛道 道色是佛道 助益 幫助你 助益 利益 就我們寫助到就好 障道的 一切障礙佛道的 那麼你都什麼 禁止不做 不可以做一切有障礙佛道的 成佛道的 那一切可以幫助你 比如說 你要去天經 那你要去布施 你要忍入 這一切 那你都必須要做 那你都要做 那笑話眾生一樣 他也是兩個 會傷害眾生的 然後利益一切眾生的 利益眾生的 一切可以利益眾生的 一切事都必須要 都不能做 那這個都要做 他基本上就是這樣而已 那所以他是以菩提心為戒 菩薩戒以菩提心為戒 所謂的菩薩戒 其實就是這樣 那後來 後來我們的菩薩戒 就變成只是吃素 其實不是 吃素 吃素只是 不傷害眾生 的其中一條而已 那這一條做不到 你還是可以受菩薩戒 還是可以什麼 還是可以行菩薩道 那只是你 你不一定吃素 菩薩戒不一定吃素 但是最好吃素 但不一定吃素 不吃素也可以受菩薩戒 可以的 但是不傷害眾生 吃素跟傷害眾生 不是說你不吃素就一定會傷害眾生 不一定 但是就是現在這個社會 那麼你吃素是比較好 普和菩薩道 但是不吃素也不代表你就不是菩薩 不是 所以這個要清楚了 那放網間才有規定吃素 那放網間是比較 我們講就是 因為中國多數都是以放網間為主 他說 鳳凰經列十重四十八千 譚無稱列 譚無稱的幽波色界經列六重二十八千 玄奏翻譯的於且菩薩戒本 於且菩薩戒本是於且失定論旅願的 列舉四重四十三千 清界多少有出路 十重界大致相合 你看他對照起來其實大致是一樣的 那我們先等到這個彈無稱 彈無稱是最早來中國傳菩薩戒的 最早 他算是最早 那這個 第一個受菩薩戒的是道禁 道禁是在西域那一帶的沙門 但是如果根據傳說 根據傳說 這個道禁壽菩薩戒 他是張藝的沙門 張藝九泉 威武敦華 那西域那一帶 張藝的沙門道禁 張藝是一個地方的女 你不小心會看見是一個人名 不是 他是地名 張藝 敦華 威武 九泉 這一些地方 沙門道禁 他是第一個受菩薩戒的 但是根據紀錄 高僧傳記一些紀錄講 這個道禁受菩薩戒 他就等一些年要受菩薩戒 要跟唐吳正受菩薩戒 因為他翻譯菩薩戒法 但應該不是泛華戒 就是他翻譯了唐吳 佑波色戒經 然後他要跟他受菩薩戒 但是唐吳正沒有跟他受 後來這個道禁他有兩種說法 一種說是他用功之後 用功之後看見米勒菩薩跟他受菩 一種是他用功之後感應到 就是感應到米勒菩薩跟他受菩 一種是說他感應到 釋迦國親自來為他受菩 後來他再去找唐吳正 唐吳正就說他得見 然後之後從道禁之後 就很多人受菩薩戒 是吸了三百多年 後來很多皇帝 那麼受菩薩戒影響最大的 大規模的受菩薩戒就是梁武帝 梁武帝領自己受菩薩戒 然後又領很多的文武百官受菩薩戒 紀錄有四萬八千人 你看看多少 所以是大規模的受菩 梁武帝開始提倡 梁武帝提倡吃素 提倡受菩薩戒 就是從梁武帝開始 梁武帝對我們的影響還蠻大的 就是吃素 尤其吃素這個 變成後來中國的傳統 以前中國不管出家人也沒有吃素 中國的出家人也沒有吃 從梁武帝之後才開始吃素 規定 他規定 而且這是他的國境 出了他的國境也沒有 後來就變成傳統 中國的傳統就是出家都吃素 在家還沒有 不過現在在家很多也吃素 那就是受了菩薩戒就規定吃素 他還特別寫一章要吃素 那我們這個素鴨素鴨也是梁武帝發明的 所以梁武帝對我們的影響還蠻大的 後來很多皇帝就跟著都受菩薩戒 武則天也受菩薩戒 武則天是還沒做皇帝的時候 那個時候他還是皇后的時候 他就請玄帳跟他受菩薩戒 那隨陽帝也受菩薩戒 隨陽帝也是他還沒做皇帝的時候 還沒做皇帝他就是做王的時候 叫做楊廣 他請智者大師 水草的智者大師 智者大師跟他很好 跟他受菩薩戒 那武則天是請玄帳跟他受菩薩戒 那也很早 那是他還沒做皇帝的時候 還做皇后的時候 唐高宗的皇后的時候 請玄帳跟他受菩薩戒 另外像後來就是梁武帝之後 很多國王都開始受菩薩戒 那你像武則天的兒子唐宗宗 那是請這個法杖 閒手法杖跟他受菩薩戒 後來就是變成菩薩戒 變成比較普遍了 最早就是從唐武城 那個是西元三百多年的時候 唐朝已經是六百多年了 玄帳的時候六百多年 梁武帝的時候四百多 南北朝的時候 那就是後面這個是 梁武帝本身是從會約 跟他受菩薩戒的 好 那這個 而且梁武帝規定出家在家都受菩薩戒 以前出家也沒有死 我們現在所謂的菩薩戒 有所謂的山坦大戒 山坦大戒就是一般我們講 火燒菩薩戒 其實就是典戒吧 後來就是菩薩戒普遍都 出家都要受菩薩戒 也是梁武帝之後 那麼他鼓勵一切的生理 在家出家 生理生素都受菩薩戒 這裡講到菩薩戒 他說眾戒大概一樣 如虛空藏經 菩薩英若本業經 聖曼經 所以我們剛剛講聖曼經是十大戒 其實是十大院的 他叫十大院的 那這個經理就是菩薩戒 菩薩戒就是菩薩院 以菩提院為戒 就是以菩提心為戒 這跟我們一般想像的不太一樣 那其實他都是菩薩發的願 其實就是菩薩的戒 甚至我們可以推到 我們說辟舍權 那也是他發這個願 他要這樣做 我國一向採用放網經戒本 不過現在有一點點改 現在很多人都以瑜伽菩薩戒本為主 所以他說廣說開遮遲返 講的合情合理 而且就是我們很容易明白 為什麼要這樣做 那哪些情況下不允許你可以不做 那他不會有些人說 我做了我又做不到 不是 你可以做得到的 你就你的盡力去做 做到哪裡 如果哪些情況不行 比如說看見窮人 我一定要給他 那我沒有錢怎麼給他 沒有錢可以不給他 那你有一些什麼你一定要做 那我做不到怎麼辦 做不到沒關係 你就不要做 不犯的 他只是告訴你 合情合理地告訴你 你可以做 你必須要做 因為你不做你違反菩提心 其實是這樣 違反你用利益眾生的心 要度一切眾生的心 所以廣說開遮遲法 犯輕犯重戒相 怎麼樣是犯 怎麼樣是不犯 怎麼樣的情況可以不做 怎麼樣的情況必須要做 怎麼樣的情況不做不犯見 怎麼樣的情況做了不犯見 這個講得很清楚 所以語解菩薩戒要明確得多 像我們在福原讀書 那早期也是受 有時候一開始你要送戒 送戒一開始也是送放晚戒 後來就送語解菩薩戒 像我們現在都送語解菩薩戒 那邊他明確得多了 而且比較清楚 重點不是什麼 比如說我們受是受放晚戒的 但是我們受是受語解菩薩戒 那你說這樣 你不是受放 你不是 你受的是語解菩薩 你受的是放晚戒的菩薩戒 你不就是要受放晚菩薩戒嗎 不一定 不一定 那有些人會比較直取 就是說我是受放晚戒的時候 我說不是 他是告訴你怎麼樣去寫菩薩道 那語解菩薩戒比較明確 那你就送語解菩薩戒 其實是這樣子 但是有一些人會覺得 你受六中或十八千 你就要送六中 不是的 他是告訴你他主要 那我們說那個是參考用的 那個戒條是參考用的 真正的戒就是六度四射三區境界 就是射綠戒射三法界 他不只是那些 他既然講得比較明確 那麼你就依比較明確 你比較容易了解 我受了菩 我行菩薩道 我要怎麼樣去行 我發了菩提心 我要怎麼樣去行菩薩道 那麼所謂的受菩薩戒 不過就是告訴你 具體的告訴你 你要怎麼樣去行菩薩道 是這樣子的 那於潔菩薩戒 既然講得比較清楚明白 那你就天天看一遍天天看一遍 告訴你 你才知道我要怎麼做 一般是初一十五就怕忘記 以前會送信的是因為 你怕你忘記 所以半個月半個月 你就要背一次背一次 才不會忘記 其實是這樣子的 好 退師菩提心 祭遷與稱邁 葬與立他行 為師大聖劍 那麼他說在菩薩的律儀中 現在略說最重要的境界 它有幾個重點 它其實就是四個 就依於全菩薩界來講 其實其他的也一樣 雖然界條有點不太一樣 但是其實歸納起來是一樣的 他說第一個 眾多的大聖精中 以菩提心為菩薩界 其實就是菩薩界重點 就是我剛才講 重點就是菩提心 就是菩提怨 那菩提怨其實就是兩個而已 上全佛道笑話重生 那會障礙有幫助的 會障礙有幫助的 會利益眾生的 會傷害眾生的 其實就這幾個而已 那說 所以叫做以菩提心為菩薩界 如對於利益眾生起了怨見氣捨的意念 這個不利於眾生 邪見的眾生 犯見的眾生 你氣捨他 你厭惡他 你嫌棄他 也放菩薩界 你說他不辭界 他受了界不辭界 所以我討厭他 我棄捨他 從此之後我不再跟他來往 當然你可以遠離一切惡眾生 但是你不能棄捨要利益他的觀念 不能 為什麼 因為你一旦棄捨他 你就違反你的菩提心 你菩提心就是要利益一切眾生 他也在一切眾生裡面 你說那我利益一切眾生除了他之外 那不叫做普提心 那就不叫普提心了 所以你就違反你的普提心了 所以他說起了怨見氣捨的意念 所以你看那個聖曼間裡面 他十大怨 雖然是十條 但其實是一樣的 對於不利於的這些眾生 犯見的眾生 忠不氣捨 對於貧苦的眾生 忠不氣捨 就算你現在幫不了他 你也一直有幫他的心 你並不會就氣捨他 不想求證無上不停 而想證得自立的阿拉漢宮 就是說你行菩薩道你覺得很累 那你不想 我自己解脫就好了 放菩薩劍 因為其實杜仲聖確實比較累 你自己的病醫好了 比較容易 除了醫好自己的病 還要醫 醫什麼 醫所有你的病 那就很累 很簡單 你自己過生活很好過 除了自己要好過 還要讓一家人都好過 就有一點累了 就會有一點累了 除了照顧自己 還要照顧其他的人 就會累了 那麼這個就是不一樣 那你也想一想 我們照顧只好自己 自己吃飽就飽了 那就容易 自己好就好 那容易 自己好 還要整家都好 整家好 還要整村好 整國好 所有的人都好 那就不容易 所以他這裡講 不想求證無上菩提 只是想證得自立的阿羅漢國 我證阿羅漢就好了 我不要再成果了 成果太難了 那這樣你就什麼 這樣就放菩薩劍 只要退菩提心 就是重劍 真正的根本劍 就是菩薩劍裡面的根本劍 不是那個什麼實重 勢重 最重的就是退私菩提心 這個是根本劍 其他雖然是根本 但是可以重受的 我們到底下看 或者誕求世間的遇樂 不再想上求下化 上求佛道下化眾生 這樣的一念 退私菩提心 就是違犯了菩薩的境界 這個是根本劍 那如果我退私菩提心怎麼辦 再受 再發 這樣就好了 所以嚴格講起來 一般來講 後面會說 就是說你犯了生物界 比如說你比丘 比丘你犯了仲劍 殺到以後 那你就不能再受了 犯了就不能再受了 但是菩薩界可以 退了可以再發 而且一般來說 你曾經發過 曾經發過菩提樂 沒有退了 不會退了 只是暫時失去 他還是在的 因為你發的是禁未來祭 他後面會講 我們在底下看 他說 但是從根本劍來講 退私菩提心就是菩薩的根本劍 菩提心可以說是菩薩的根本劍 總相劍是大聖學人所因特別護持的 所以說菩薩劍其實念念不退私那個菩提心 像第十條 第一條 不犯 第十條 聖漫經人 聖漫夫人的十大約 就是 所受持的政法 終不忘思 你不忘思菩提心 是真正的根本劍 第二個 以祥廣開示的菩薩界來說 殺到淫望等 共生文眾見 不消說是犯菩薩界 就是說 他是在生文的基礎上 在向上的 在增廣的 所以 不共生文的菩薩眾見 諸經及各種見本中 雖舉是小有出 而內容都收到了 忌 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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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尊長不起謙心 諸眾生不起慧心 那麼 不起忌心 嫉妒心 那麼也有 所以基本上是這四個 那麼這個四個是根本劍 就是嫉妒心 謙令心 稱恨心跟傲慢心 這四種 這四種是菩薩的四根本劍 就是你要護持你的心 不起這四種心 嫉妒眾生 謙令不捨眾生 不願意幫助眾生 確定就是你不願意幫助眾生 你有智慧 你不願意引導眾生 你不願意守法 你有能力 你不願意幫助別人 你有財務 你不願意布施給別人 幫助那些貧苦的人 那這個就是令法 令財 你令於付出 那稱恨 那稱恨 就是討厭這個 討厭那個 那稱恨眾生 罵人就自以為是 那傲慢 那麼傲慢就會產生親視 親視看不起別人 那這些都是的 然後嫉妒別人 那麼這個是菩薩的四種 有眾見 他說現在且依與且戒 說 與且 師弟論裡面的 與且菩薩見 有四個眾見 所以但是大部分也是一樣 我們看十大見裡面 也有這四個 那麼這個 放黃金的十眾裡面 其實也有 那六眾二十八心裡面也有 那就是與且來講 他說 為了貪求個人的力養功心 因此嫉妒別人 故意的自戰毀他 戰戰自己 毀斷別人 那第二個 簽令 有來求不失的 由於簽令心 雖然有法有才 就令法 令才 那麼就不肯修法師才師 法不師才不師 第三個 稱恨心 稱心極重 不但罵力傷害眾生 那麼眾生來懺悔 別人來懺悔 請求諒解 也不受懺悔 怨恨他 那比如說 他有舉到一個例子 就是說 有一個眾生曾經傷害 既然他生變了 他要跟你懺悔 他希望你去 那你不願意去 那你不願意去 不願意去看到他 不願意去讓他懺悔 就犯符殺見 他要死了 你都不願意讓他懺悔 你要讓他 你要讓他帶著愧疚而死 這個是嚴重違反符殺見 所以他這裡 第四個 那不虛心自以為了不起 才宣揚一些似似而非的佛法 反而毀謹別人弘揚的政法 這四種仲見 都是葬與立他的菩薩群 所謂障害 障道 沒有辦法利益眾生 然後會傷害眾生 葬與立他 葬道 只要犯了其中一戒 就是維持了大聖的菩薩境界 這四個是根本界 其他的境界都是取立的 這以四個為根本 這四個又以 就是我們講的這四個 都以菩提心為根本 上求佛道 違反上誠佛道 上誠佛道 下化眾生 這個原則 所以 這個就好像 這個叫做不成其為菩薩 就好像比丘犯了四波羅瑜 四波羅瑜就是斷頭罪 殺到盈望 就不成為比丘一樣 不過有一點差別 這個四根本界 那麼比丘犯了四波羅瑜界 就不能再 就是你只要犯了四波羅瑜界 你就不成為 你自動喪失這份 而且這一輩子就不能再出家了 你犯了 你殺了人 那麼有具體的這個淫欲的事實 那麼妄語 大妄語 妄語是指大妄語 為政言政 為德言等 那麼偷盪 犯了中間 那麼這一些具體的事實 你都不能夠再出家 如果你曾經犯過 你就不能再出家了 這一輩子都不能再出家 如果你有殺到盈望的 這一輩子殺了人被關 偷盪 中罪被關 那麼比如說判屋或是搶錢 然後騙錢被關 然後或者侵占被關 判重罪 然後有淫欲 比如說有出家 然後有這些淫欲的事實 你就不能再出家了 其實是不可以的 戒律裡面規定是不行的 那現在有一些人其實犯了出來 他一樣衣武 袈裟又披著又出家了 其實是不行的 這是符合規定的 他其實 即使他 第一個 他不能再出家 不能再受戒 沒有辦法 那衣武穿著 他也不是比丘 比丘寅 其實不是的 那這種僧團裡面叫做賊柱 像賊一樣的柱子 其實他不具有這種身分 就是變成是 他已經不具有這種身分了 但是他還是把袈裟穿著 其實這個是不行的 但是現在很多在家也不知道 所以他講 犯了是波羅一界 就要退出身團 不准重受 也不可以再受 但是菩薩界是可以的 你有這四重見 就比如說 撐心 慢心 嫉妒心 牽運心 那你後來懺悔了 你還是可以再受人 是不一樣 是可以如法重受 換言之 發了菩提心 受了菩薩界 怎麼樣也不會退遲 犯界是暫死的失去的作用 失去了這個作用 所以你在受就好 如法再受這 可以給你新的勳發 恢復菩提心界的功德 所以受菩薩界的殊聖就在這裡 應該要去受菩薩界 也就因此 發了菩提心受過菩薩界 即使是退症小果 或退墮到三個道 終究要依此菩提心界的清清善根 回入大聖道而成功 殊聖就在這裡 所以沒有受菩薩界的 應該要趕快去受菩薩界 因為我們過去生不知道有沒有受 但是假設過去生沒有受過 這一生受 生生世世都有那個種子 即使你犯界 你的種子都還在 你未來就要依這個菩提心界 是菩提心願而向上的 所以應該要趕快去受 不是說我又做到才受 沒有 你現在做不到你都要去受 受了之後盡量做到 其實是這樣的 就算犯了界 你都有那個菩提心的種子 所以他講 依此菩提心界的清清善根 回入大聖道而成功 這樣看來在大聖法中 沒有比菩提心菩薩界更重要 所以應該要去受菩薩界 好 我們今天先講到這裡 大家合掌合相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切 我等於眾生 皆共成佛道 向左身向前 上路去 0 3 3 3 5 8 8 7